尼西米纪第八章 到了七月 以色列人都住在自己的城里 那时众鸣如同一人 在水门前的广场聚集 请经学家以色拉 把耶和华借摩西命令 以色列人遵守的律法书带来 七月初一日 以色拉祭司 把律法书带到所有听了能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 在水门前面的广场 从清早到中午 向众男女和听了能明白的人宣读出来 众民都侧耳倾听这律法书的话 经学家以色拉 站在为这世特制的木台上 站在他右边的 有马他提亚 士马 亚纳亚 乌利亚 希勒加和马西亚 站在他左边的 有皮大亚 米沙利 马基亚 哈顺 哈拔大拿 萨加利亚 萨加利亚 和米苏兰 以色拉在众人眼前展开那书卷 他高高地站在众民椅上 他把书卷展开 众民就站起来 以色拉称颂耶和华制大的神 众民举手应声说 阿门 阿门 然后跪下 脸浮在地 敬拜耶和华 然后立位人 耶稣亚 巴尼 士利比 亚敏 雅谷 沙比泰 河地亚 马西亚 基利他 亚萨利亚 约萨巴 哈南和皮莱亚 就教导他们明白律法 众人一直站在原处聆听 他们宣读神的律法 把意义清楚翻译出来 使众民明白所宣读的 省长尼西米和祭司兼经学家 以色拉 以及教导人民明白律法的立位人 对众民说 今天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的圣日 你们不要悲哀哭泣 因为众人听见律法书上的话 都哭了 尼西米又对他们说 你们应当去吃肥美的肉 喝甘甜的酒 把部分饮食分给没有能力预备的人 因为今天是我们的主的圣日 你们不要忧愁 因为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 是你们的力量 于是 立位人使众民安静下来 说 你们安静吧 因为今天是圣日 也不要再忧愁 众民就去吃喝 也把部分饮食与人分享 大大欢乐 因为他们明白教训他们的话 第二天 众民的组长 祭司和立位人 都聚集到经学家 以色拉那里 研究律法的话 他们发现 他们发现 律法上记载 大树的枝子带回来 照着律法所写的搭棚 于是 众民出去 把树枝带回来 个人在自己的房顶上 在院子里 神的院中 水门的广场 或是在 以法联门的广场 搭棚 从贝鲁归回的全体会众 都搭了棚 并且住在棚里 从嫩的儿子 约书亚的时候 直到那日 以色列人都没有这样行过 大家都非常快乐 从头一天 直到最后一天 每天都宣读 神的律法书 他们首节七天 第八天 照典章 有严肃会 第八天